是有關的 對 不過還有一個原因 很容易造成肩膀曲張 為什麼 因為胎兒在這邊壓迫 對啊 像你們女生 如果平常喜歡穿那個頸部 對 腰部 這邊綁得很緊 或是臀部這邊綁得很緊 你知道嗎 很容易造成下肢的肩膀曲張 那這一邊呢 我們這邊首先要跟大家來聊聊 就是有關水腫的部分 對 好想覺得到困擾 對 但是我們怎麼判斷 身體出現水腫了 很多女性朋友 可能都很擔心這一點 你因為是水腫 不要是胖 但是當你真的是水腫 你會覺得很困擾 對 所以一般來講水腫 應該是說要自己跟自己比 就是說早上跟晚上比 或者是左邊跟右邊比 昨天跟今天比 如果發現說 比如說兩邊不對稱的腫脹 或者是不同時間 有不一樣的腫脹程度 代表說你可能有水腫 對不對 那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測試 叫做壓線測試 比如說你下肢水腫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拇指 把它這樣子用力壓下去 有沒有特別要按在什麼位置 通常是這個 我們叫這條骨叫筋骨 這一條 這個中間的骨頭 對 筋骨這中間骨頭兩邊 壓下去 如果壓下去以後 超過大概10秒20秒 還回不來 一般來講5秒就要回來了 可是如果你壓下去 回得來 10秒20秒還回不來 回不來也太誇張了 真的 水腫就真的回不來 回不來的意思是 就是一直凹在那邊 對 一直凹下去 然後白白的有沒有 對 按下去白白了 都不起來了 慢慢的回來 回來很久 對 那這種的話 就代表說你真的是有 下肢水腫的現象 對 其實女生我覺得都會有 女生好容易有 真的嗎 好 那當然會水腫 會腫這個字 可能是原始於 有一些壞習慣 自找的就對了 自找的 對 不是媽媽生給你的 我們要看一下哪些壞習慣 妳要面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就是這些壞習慣 包括第一個 酒座酒站不喜歡運動 對 還有另外第二 坐的時候翹腳 另外習慣三 是這個亂吃來路不明的 減肥藥 沒辦法 還有只喝湯湯水水在減州 減肥一定要 妳說到這些其實很多 都說中了很多 女性朋友的行為 對 對不對 對於這種酒站 我一定有做了八年的外景 對 外景就是叫做 就是靠腳在行走 所以真的 你看我們從一大早起床 有時候其實做外景 凌晨就起床 五六點 可能六點就出班了 很正常 然後忙到晚上 有時候多晚才回家 其實有時候 妳能夠坐下來的時間 就大概吃飯時間 我中了三個耶 這麼多 對啊 好可怕 酒座 酒站 酒站就是以前一樣嘛 工作一定要這樣 一直常常站 然後主持業得一直站著嘛 然後酒坐是因為現在 就老了 比較沒有跑外景 妳哪裡老 在我們以前不准說老 對 我們現在球衣是有一個 對 比較沒有跑外景 然後就比較 工作也是坐著 然後回家 你可能也是坐著 然後尤其比如說打電動 也是坐著 因為酒坐 然後加上不喜歡運動 其實我是喜歡運動 但是因為我前一陣子 開刀盲腸嘛 然後也不能運動 又好幾個月又沒了 結果就沒有動 所以這一定是有 今天宜萱是因為 在家裡坐了好久了 妳來看我 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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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也這樣 以前我相信所有女生 減肥過一定都有吃過 來路不明的 對啊 但是因為那時候真的不懂事 然後你就覺得要快速瘦 對 然後是真的有瘦 但是也 一不吃就超快速POP 對 我是說第三個 其他都有 我應該是所有 水腫 余大臣 余醫生的人 妳不一定都不走 哪有 沒有 我以前也一直覺得說 來人啦 把他趕過去 對啊 對 來人吧 小心 余障 沒有 我現在看起來 超不腫的 沒有 所以我有用一些 很極端的方法在小水腫 因為我以前都覺得說 自己怎麼可能會水腫 什麼的那種 然後我就是久坐久站 然後尤其 像剛剛大家說外景 然後我又主持活動 然後都是穿著高跟鞋的那種 然後所以我就是站很久 常常可能隔天睡覺起來 有的人還以為我家暴 就是想說你已經這麼腫之類的 真的喔 對 身體就是腫腫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水腫太嚴重 我那其實四項我都有耶 因為我 對 因為我不愛運動 所以我只要能坐著 我都不起來 就是可以一直坐 能坐著不起來 對 我都不可以起來 人躺著就不坐 對 人躺著就不要坐 他今天錄影 都一直坐那個位置 每一集都不要起來 沒有 我都一直這樣 他沒起來過 然後像那個 因為女生一定要減肥 然後我朋友都常跟我講說 他有一種藥超有效的 然後我想說 既然有效就請他拿 就幫我拿藥 結果拿到的時候 就七天吃一次 不對 一次吃七天 然後那 一次換了啦 有效 就是一次拿七天 不過還是藥有時候 副作用 對 副作用 真的不要再吃喔 而且重點 重點是那個藥包上面 有什麼都沒有寫 但是女孩子也就是這樣 對 只要口耳相傳些什麼 就哇 就說厲害 只要一聽到有用 就吃藥買 對 不過這樣聽下來 為什麼錯誤的姿勢 會造成這個水腫呢 黃醫師 我們這邊看到第一個血管 跟第二個血管 都跟姿勢有關 那久坐久站 不喜歡運動 它其實是影響到 我們的血液循環 影響血液循環的時候 如果是上半身 就是僵硬緊繃 因為你的肌肉的 含血量比較低 它就比較緊 下半身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就腫了 那錯誤減重呢 是傷腎嗎 還是怎麼樣 邱醫師 為什麼會水腫啊 OK 三跟四 剛剛有提到一個說 來路不明的減肥藥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觀念 其實只要是來路不明的藥 都有可能傷腎 那一旦傷腎 你就會全身水腫 這個大家都有這個常識 對 那所以不一定是減肥藥 因為我們知道 任何藥都有副作用的 我跟你們講一個 很簡單的例子 大概是在2002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 在自己開中醫診所的中醫師 他因為壓力工作很大 然後他有B型肝炎 常常覺得很累 他認為他有這個濕熱症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就買那個中藥廠 就是說GMP藥廠生產的中藥材 叫龍膽蟹肝湯 結果沒想到吃了六年以後 六年了 對 所以這件案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你看 他本身是受過訓練的中醫師 他那個藥也是藥廠生產的藥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一下 一下一時疏於注意 結果造成這個洗腎的悲劇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連這樣的人都會 所以你們怎麼敢再去買那種 來路不明的減肥藥這樣亂吃 太可怕 太可怕了 所以千萬不可以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喝湯湯水水 湯湯水水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在英國曾經發生很多 這個想要減重的新嫁娘 你知道嗎 他為他快速減肥 人家外國人很怕 他想要在三個月之內 瘦30公斤 40公斤 對不對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就完全喝湯水幾杯 結果他都死掉了 你知道嗎 死掉了